蔡子凡 协图自豹米联盟粉丝团分享 豹米花棒球联盟台北新复发队 今天与台湾电力交手 台北新复发先发投手蔡子凡六局好投率队 以1比0拿胜 蔡子凡今年选秀没获青睐 先到业余队磨练强化自己 拼果手精力 豹米花棒球联盟11月初开打 目前约打完一半赛程 今天台北新复发与台湾电力交手 两队新发投手表现都不错 台北新复发先发投手蔡子凡 投六局被敲9支安打 投出三次三阵无10分 台湾电力新发投手李子洋投7 二局被敲8支安打无10分 蔡子凡今年透过测试会投入中华职棒选秀 但没有获得球队青睐 10月加入台北新复发队 总教练吕明次赞赏 很有拼劲 比赛中被强席球打中 还是一直想要投下去 蔡子凡表示 被打到当下很痛 但想要多吃一点局数 减少后半段牛棚负担 但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 加上今天出赛 蔡子凡在爆米花目前为止 已经先发出赛5场 她表示前一段时间应于取消比赛 得到较充分的休息 今天状况不错 今年投入选秀没有获得青睐 那就代表我还有需要加强的地方 这也是我到这边来的目的 选择先到业余城棒队磨练 蔡子凡表示 到台北新复发 接受更多元化的训练 加上教练黄青智的帮忙 也学习到许多新东西 技术上都差不多 就是一些想法细节的加强 蔡子凡没有过手资历 此次爆米花比赛目的之一 也是为了寻找明年 雅家打亚运中华城棒队可用之兵 蔡子凡表示 希望可以好好表现 看看能不能拼进中华队